书雅,果然是你 雪儿,这是怎么回事 阿姨,我是书雅,是天灵的合伙人 初次见面,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娘,书小姐是书氏集团公司大小姐 正准备注资天灵哥的建筑公司 我知道的就是这些 其余的,还是请书小姐给你解释吧 阿姨,这不过是我送给你们的见面礼而已 不值得大惊小怪 书小姐,这么重的见面礼 我们如何销售得起,你还是收回去吧 阿姨,几件家具而已,也不值什么 这些家具已经付了钱了 现在也退不了了,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娘,无功不受禄 这个书小姐,好像来者不善呢 天上掉馅饼未必是好事 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们可不能收 娘,人家好意送来了 不收下,好像不太好吧 你懂什么,书小姐跟天灵是合作 吃人嘴软,拿人手软的老话你不知道吗 这么不明不白的东西,咱们不能要 娘说得对,咱们不能要 书小姐,资本的力量虽然强大 但也不是无所不能 我娘已经吩咐了 这些家具,你还是早点想办法处理吧 周雪儿,你别高兴得太早 你不会告诉我,肖天灵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吧 她现在公司光厚你的大驾 你快去吧 哎,我做梦都在想 什么时候才能在家里摆上这些家具 在想也给我忍着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 只有凭劳动挣买的钱花的才会心安理得 任何时候都不能有非分之想 娘,我知道了 舒雅出事不力 心情十分郁闷 她调查得清清楚楚 萧家建了新房,却没有买家具的钱 原本想掏出大手笔 一举拿下萧家上下 没想到萧家老太太居然拒绝了 自我已经签了,我会严格按照合同上的约定办事 也希望你能遵守合同约定 我在城里租下了一栋楼作为公司办公大楼 装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过两天就能搬过去 变更办公地点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就擅自做主 你就这么笃定 我一定会答应跟你合作 当然,你已经签了字 这就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 舒雅,我希望你明白一点 这里是御龙建筑公司,并不是舒适 你只有50%的股权 只是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重大事项必须经过我的同意 才能实施 好了,我知道了 跟我说话,你不用这么严肃 我不过是觉得这里的办公室太过寒碜 想改变一下公司形象 我没有事先跟你商量 是怕你不同意 这次我先斩后奏 算我不对,你就别生气了 以后我什么事都听你的好不好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我们是合作的双方 应该互相尊重 行了,以后我会充分尊重你的意见的 你就放心吧 现在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新办公大楼 还有我替你装修的房间 我岳父的家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 下班后我就回家 没必要住单位的 自己替萧天林做了这么多事 却连一张笑脸都换不来 舒雅心里一阵恼怒 舒雅入住御龙后 使出的第一招杀手锏 就是在省内阁大报纸上 刊登舒适入住御龙建筑公司的消息 第二招就是清理建筑公司内部员工 她要消除周雪儿在公司的影响 郑强和裴纳就在清理的第一批名单中 这些人都是公司的骨干 为公司的发展立下了汉马功劳 你为什么要清除他们 你的思维还停留在农耕文明时代 公司没有形成体积管理 甚至还停留在最原始的 由亲情和人员关系维持企业运营的阶段 同志 现在是20世纪了 再不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来经营企业 是走不远的 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 但一个企业光有冷冰冰的制度 没有一丝人情味就能走远吗 这些人对公司忠心耿耿 工作兢兢业业 并没有犯任何错误 你突然将他们裁员 岂不让人寒心 企业必须随时注入新鲜血液 才能有活力 这是我们舒适多年来的管理理念 同志 不要再抱残首缺了 跟上时代的步伐吧 没办法 萧天林只好把舒雅拆下来人 安排到周雪儿的专长 无论如何 他必须保证这些人不至于失业 很快萧天林体会到整个世界 对玉龙突然友好起来 以前拒绝合作的厂商 纷纷向萧天林伸出橄榄枝 要求跟玉龙深度合作 周县长 舒适集团公司 已经宣布跟玉龙建筑公司合作 事态在发展下去 我们县建筑公司 哪里还有利益追之地 怎么 这一仗还没开打 陈总就沉不住气了 不是我沉不住气 而是对手太强大了 县里要是再不出面想办法 我们可就危险了 现在上面允许摄办企业 作为主体经济的补足 只要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 我们都不方便出面干涉 可玉龙早就抢占了 我们的大部分市场 现在跟舒适集团公司合作 那是如虎添翼 周县长 你得替我们想想办法 县里有好几个单位 因为经营不善 已经关停并转 你们建筑公司 要是也经营不下去 也可以走这条路 周县长 实在不能怪我们经营无方 你知道 我们公司养着300多号人 还有庞大的行政机构 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板子不能打在我身上 你说的情况确实存在 不过如果我猜的没错 你公司还雇佣着不少农民吧 听说公司正式编制的员工 啥事也不干 脏活累活全扔给农民 有这事吗 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并不是从我这里才开始的 我们单位的编制很复杂 有干部编制 正式工编制 大集体编制 还有你说的临时编制 现在单位有一个怪现象 就是拿钱越多的人越不干活 干活最多的 反而是拿钱最少的临时工 这种情况并不止我们建筑公司一家 你出去看看 几乎所有单位都存在这个问题 你说的这些情况 其他单位确实存在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兴起的这些坏毛病 既然不干活 站着编制干什么 在外面雇农民不是增加企业负担吗 这两年设办企业 对办企业发展迅猛 人家全是一色的农民 能吃苦耐劳 就没这么多臭毛病 周县长 你就替我们想想办法吧 至少县属企业的工程在承包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些优先权利 这一点我想你周县长应该还是能够办到的 这个周庭才 犹豫了一下 我倒有个主意 你去找郑严氏的楚孝天 萧天林是他女婿 由他出面说和一下 说不定能成 这是我回去跟我女婿说说 你们抽个时间坐下来慢慢谈 爸 玉龙和现建筑公司之间的恩怨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这么握手言和 估计不太可能 再说了 现在舒适加入了玉龙 很多事情并不是天林哥一个人就能做主 杀敌一千子损八百的道理你们懂 当初大和跟玉龙打架隔斩 弄得两败俱伤 最后不还是坐下来商量着和平共处吗 红砖和建筑公司不一样 这是两个不同的行业 不能相提并论 有什么不一样 非要弄得鱼死网破 玉石剧坟吗 爸 别看陈凯现在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 当初他打压玉龙的时候 可没手软过 陈凯这人的人品不杂的 你最好不要跟他深交 还有一点很重要 资本是讲求回报的 舒适注资玉龙 要是没有好的业绩和利润 我跟舒雅都没办法交代 你们就不能先坐下来谈谈 看看能不能达成共识 要谈可以 不过能不能达到陈凯预期的效果 我就不敢保证了 小天 你不是告诫我不要插手女儿女婿的事吗 你今天是怎么了 我这不也是好心吗 你不了解情况 好心说不定就会办坏事 两个孩子已经够累了 你就别添烂了 爸 我们知道你是好心 你说的是天灵哥会认真考虑的 天灵哥 你说是吧 对对对 爸 我会记住你的话的 人啊 凡事都要留有余地 不要做得太绝 古话说得好 做人留一线 过后好见面 是啊 当初大和跟玉龙杀红了眼 谁知道我们竟是一家人呢 舒雅原本以为跟萧天灵一起工作后 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了 就可以慢慢培养感情 没想到萧天灵整天窝在工地 把公司一些琐碎的事物全扔给他 让他忙得苦不堪言 见萧天灵进来 他顿时高兴起来 正想找你 想不到你就来了 女士优先 你先说吧 我想从现在开始 每天下班之前 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都开一个碰头会 把一天的工作总结一下 有问题及时处理 你通知下去吧 只要大家没意见 我没问题 你什么意思 好像对我这个建议不满意 工地上有什么问题 不能在工地上当场解决吗 为什么要留到下班的时候开会说 工地上多的是托儿戴女的人 下班不让他们回家 却搞这些大而无用的形式 有意思吗 要不这样 每天下班前我们两人开个碰头会 总可以吧 这个我可以答应你 不过 我有言在先 只谈工作 不谈其他 你以为我会跟你谈什么 没什么 是我多虑了 刚才你不是找我有事吗 到底什么事 你说吧 现建筑公司的陈凯托我岳父带信 说要跟我们谈谈 笑话 我们跟他是竞争关系 有什么好谈的 行 这事就算我们达成一致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天灵 我又不是洪水猛兽 这么躲着我干什么 我这不是刚来跟你谈工作吗 什么时候躲你了 我们之间除了工作 难道就没有别的话题吗 书总 上班时间不谈工作 你想跟我谈什么 那今天晚上下班后 我要你陪我一起共进晚餐 对不起 晚上我要回家陪妻子吃饭 恕我不能从命 肖天灵 你混蛋 他从省城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县城 就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爱情 可是他付出了所有的真情 换来的却是一盆冰水 叫他如何不寒心 肖天灵 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看来光对肖天灵穷追猛打没用 必须捣毁他的老巢 玉龙专场